弟子规,你就有智慧,你就能够排解之分 莫非一个问题,就是师父说超度的方式 最多只能帮助众生超度到逃离天 那么佛菩萨为何不拔三卧道的众生都超度到逃离天 至少他们可以不受三卧道的苦难 你说的很对,问题是你不相信,没什么法子 佛确实可以帮你忙,你不相信,你不接受嘛 不要说今天超度这个三卧道的,现在就是超度我们世间人 超度我们自己,你可不可以相信 佛教我们学习三规五界诗战 你就决定不读三卧道,你可不肯做 你还是做不到嘛,你就晓得 三卧道的人他也不肯做嘛 佛菩萨确确实实实实陷在三卧道 硬一什么神得度就献什么神 三卧道里头真的有佛菩萨 你们看方艳口,艳口抬对面,炸的这个鬼王 浇灭大事,那时候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实现了鬼王的像 帝藏王菩萨在地狱里显地狱像 不是像我们这样庄严的,不是 地狱像啊,教化众生 几个人相信他呢 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你看经典上说的 他老人家在社会大臣,讲经说话很长一段时期 社会大臣的人,接受他的教训 听他讲经,跟他见过面的三分之一的人 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听说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没见过面,也没有听过他讲经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根本不知道 这个就是说,佛独有缘人啊 三我道的有缘都得读了 没有缘的,没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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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缘的,没法子